如果在投资时出现以下5点其中两项的情况的话 基本上我已经可以判断你有80%以上的记录 主要你的投资是要亏损告终的啦 大家好,我是Lokin 我知道在市场大部分的投资者 都很心急想要去投资到赚到钱的 因为在今天的价值观上 都被灌输出来越早越赚到一元 就代表自己投资越成功 所以大家都很急于去寻求各种可以赚到钱的方法 当然我也很理解这种速食投资 就是不管是黑猫或白猫 能够赚到钱的就是好猫 为什么有时明明大家用同一种方法 偏偏只有别人赢到钱,自己就要输钱呢 问题不是在于技术本身 而是出现在使用的你身上 首先第一,你会不会是一个很犹豫不定的人呢 就是说做投资决定的时候 你脑里面会不停犹豫不应该买呢 其实从那一刻开始你就不应该买了 因为这种代表着你根本没有足够的送心 为什么要去选择做一行没把握的投资呢 既然都还没开始抹入 就已经去担心了 那何必要令自己更加不安呢 第二,就是十次有六次都令你输钱的投资 但你依然是坚持继续 做人有坚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正面正确正能量的想法 但长期多次失败 其实已经证明了你的方法是不正确的 坚持一样输多过赢的方法 当然你的投资亏损也是正常不过的事 固自然不会说有100%勝率的方法 但真正持久有效的勝率的方法 一般都能够达到60%以上的勝率 和70%以上的增长 我自己就会将它命名为Richard投资 第三,就是敢赢不敢输 短炒是速食投资的最上做法 不过如果回报百分比不能达到3比1以上 长久下来你的投资最终都会变成亏损 3比例即是赢的回报或输的三倍 假设转马是均等的 而你的胜率值得40%的话 在3回报的比率下 至少每100次你都能够平均达到60%回报 让你有一个容错空间 大于之下就代表你注定要失败 第四,就是太阻做太多高杠杠的投资 可能有些人以为做期指、买卖窝囊、牛熊镇和期权 这些衍生冬队才叫做高杠杠的投资 虽然这些工具的确含有杠杠的成分 但并不是代表买卖衍生工具就是高杠杠的投资 真正所谓的高杠杠 其实是和你的流动资金是成为一个比例 投资市场是一个资本竞赛 不是一个知识比赛 比拼的是资金的多少 一千万很多吗?过亿的人大有人在 一亿有很多吗?过十亿的资本的人也多的事 但就算你手持十亿 不计你加杠杠再做借贷 你将买了十亿的股票 你所用的杠杠就是100% 因为你再没有一个多余的购买力 有个人可能资金只得100万 他只是用了10万买入了一些你以为很高杠杠的衍生工具 但他还有90万的资金是可以用的 实际上在身上的杠杠是不是很高呢? 第五就是很多人都没察觉到的 就是放太多时间在投资上 可能有些人会误以为你长时期专注就会有中步 读书和投资是完全不同的 读书你还可以依靠着背 投资说的是领悟力和反应能力 就算你是经济学博士 也不代表你能够投资获领 如果在一天里面你要花超过10个小时以上 去和投资有关的东西去相处 你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这样只是代表你的人际关系有问题 也反映着你的人生态度很枯燥 更加严重的是你有潜在精神躁狂症的可能 就算是一个专业大行的投资者 也不会说24小时不停接触投资市场 虽然有人公开过你一个投资的工作员工 每个星期工作时间超过90个小时 但其实在里面包含了在继培训 心理辅导、食饭的时间 我甚至可以告诉你 这些所谓的工作时数是会随着你的年资和职级而下降的 什么Wid life balance呢? 投资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要过更好的生活 如果你是因为投资而令到你的生活更加不好 为什么还要去投资呢? 一直都要为投资不会亏损而烦恼 不如你把钱拿去旅行、去和家人吃餐好、去买名牌 甚至乎做善事捐美有需要的人 真正成为你投资的障碍就是你的心理状况 你又不是市场的庄家、聪明的钱又不是 你这么全程投入为了什么呢? 这代表你已经在赌身家而不是做投资 过快一点说的是你是无知的 不要听的话你可以随便在下面按个dislike 但我所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大家心里有数 是不是因为我在拍片 我说的是不是一定正确呢? 我不知道 你自己判断 如果你是知彩而不改 损失的是你自己又不是我 就算你说到天花龙房 最后你的投资是赚还是赚 不让你自己承受 就等于媒体很常用一句话 今天股市的升跌就反映了市场的预期 是不是预期了就不会发生呢? 市场预期了会有金融危机 所以金融危机就不会在之后发生 市场预期了会有经济衰退 所以之后有经济衰退也不关你的事 市场预期了有财源才会出现 所以你就不会有被财源的机会 如果你是有这种想法的话 不如你预期了自己会有亏损 这样是不是就亏损就不会出现呢? 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 是你接不接受肯定改变的 整天都抱着悲观情绪 埋怨一样埋怨一样埋怨一样 妒忌这个妒忌那个 浪费了些时间 你当是迷送也好 财神见到你这样也不敢走来 所以以上五项你中了多少项呢? 你有没有决心要改变呢? 和自己赶快就可以了 不需要告诉他 今集就到这里 我是Lokin,加油!